戰狼就是拍得太保守了 我一點不誇張 中東咱中國人就是橫著走 我們五個人在敘利亞的監獄 被控制了一百多個小時 天啊根本不給飯吃 只給一張餅 水的話就喝自來水 hello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知名中共台灣藝人 劉樂妍不巧發生的車禍 幾乎把整台車的車頭都給撞壞了 然後他就下車發文 馬上的感謝祖國 感謝中國製造 Mate in China救了我一命 有沒有非常的搞笑 他說什麼呢 發現自己的手腳健在啊 小狗嚇到尖叫啊 但是轉頭看了看了我家的小狗 都非常的有力氣啊 此時有人在車外大喊 讓我們快下車吧 怕電動車會爆炸 所以我們就躲得遠遠地 最後也沒有爆炸 真不敢相信 我又私裡逃生了一次 感謝中國製造 又讓我活了一次啊 事實上 這也不是劉樂妍這位三寶 第一次車禍了 他也被中國玩偶 這樣拜託你不要再開車出門了 第二次第三次了 真的非常搞笑對吧 之前劉樂妍啊 在疫情期間被關在小區 大概半個月一個月的樣子 沒有失誤 還架著鐵絲網 也不讓進出 他還在感謝祖國 沒有工作又失業了 也還在感謝祖國 對吧 直播被拉掉了 公司被沖康了 也還在感謝祖國 總之啊他也沒有回頭路啦 也只能一路留在中國黑到底的發展 因為你回台灣發展肯定是會變成法拉利姐那樣 估計比法拉利姐混得更差 你內心應該也是受不了這樣的落差對吧 除此之外 還有一名中國網紅啊 最近 被一些中國媒體大肆宣揚 他在伊拉克騎單車的時候被攔停下來 結果軍方警方發現他拿的是中國護照 就嚇尿啦 還沿路護送他300多公里 我說為什麼要幫助我 他說 就因為我是中國護照 當時我騎警車被他們邊防然後攔下來了 他把我們的護照收走 一看我們是中國人 他就告訴我們前面的路況有多危險 所以他就要堅持 一路武裝護送 300公里 要把我們送到下一個國家 換了十幾輛警車 一路把我們送到敘利亞的口岸 才放鬆警惕 我感覺咱媽強大了 所以我也能在外面蹭一下咱媽的光 有沒有非常搞笑 最近中國網路上不是有很多那種 我給了 三個不同的剪輯師素材 結果剪出來三個完全不一樣的版本 全都是草流量 顛倒是非的 顛倒黑白的 你們知道這名中國網紅 是我前幾天才發過的 他們三四個人 一夥在敘利亞被黑警誣陷 關了五天 喝深水 而且這五天還吃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抹布的東西 是吧 還拉屎拉在褲子上 也不讓他換褲子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搞笑的影片吧 兄弟們戰狼就是拍得太保守了 我一點不誇張 中東咱中國人就是橫著走 兄弟們戰狼果然拍得太保守了 咱們中國人在中東橫著走 老安全了 我們五個人在敘利亞的監獄 被控制了一百多個小時 國家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了 天啊 我根本不給飯吃 只給一張餅 水的話就喝自來水 大家有興趣看完整版的話 可以 回去看我另外一支影片 他也是一樣啊 即便被關了五天出來 還在什麼 感謝祖國還在唱那個什麼 起來 不願做努力的人們 是吧 你要知道 他的觀眾就是那些 沒有能力出國的 在中國境內 約不三五千的 月修四到六千的粉紅 這些粉紅 如果以後存夠了錢 學這些中國網紅 一樣 就真的準備吃鐵拳吧 美國在推翻海山政權之後呢 把伊拉克打造的 比以前的伊拉克還好很多 雖然在2026年還是25年 那美國跟伊拉克是有協議說要陸續的把美軍撤離掉 還給這個伊拉克的自主權利 嚴格上來說 是不是伊拉克已經被美國同化了 會保護任何國家的國民 但是你到敘利亞跟中國關係很好 或是到伊朗跟中國關係很好的國家呢 你就會被黑警 你就會被關 這時候中國護照就不好使了 不好用了 而且中國媒體 只報導了這個 伊拉克護送你的事情 沒有報導你在 敘利亞 關押了5天 不覺得這很搞笑嗎 還有一名中國網友他發現什麼 為什麼一些中國的網紅大V 不管怎麼樣 在中國境內罵蘋果 都不會 挨告 蘋果也不會拿他怎樣 也不會被封號 但為什麼罵華為 親者被警告 或刪除影片 眾者被華為告 外加封號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吧 您發現沒有 不管你是多大的威 不管你怎麼說蘋果爆炸 說蘋果不好也好 蘋果他都不會給你發律師函 不會說您造謠 但如果你說國產的東西 不管是手機 尤其是汽車 他輕則是下架視頻 重則 還得律師伺候 因為我們 只能遙遙領先 也必須遙遙領先 原因 我也幫 粉紅想到了 因為你批判蘋果 是說實話 對吧 蘋果實際上是有道理的 只是被強大的祖國 給擋下來了 因為蘋果知道 每一個中國人身後都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所以蘋果慫了 怕了 嚇尿了 但是你批判華為 批判什麼比亞迪 就是抹黑 就是造謠 你批判華為 就是勾結蘋果 受境外反華勢力煽動 其目的就是要阻礙 中國的成就 以及中國的發展 抹黑中國製造的形象 華為 不是不能批判的 國產不是不能批判的 但你要善意的批判 你要正能量的批評 這才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講了一圈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講什麼 最近 陽明海外的中國大媽大爺團 又集體鬧事了 這一次在日本東京的 Hello Kitty 50周年展 以及 吉卡哇的 快閃電 大鬧 先說這個 大鬧吉卡哇的事情 10月30號 一群中國大媽大爺 跑去搶代購 不僅毫無秩序的插隊之外 還有偷竊 包裹 後備箱 篩了一大袋 結果結帳的時候 手拿幾個娃娃結帳 你當那個日本店員 瞎了是吧 瞎了 篩了一大坨這樣 沒有啊 就這些啊 我就買這些啊 結帳啊 當日本人好欺負啊 對吧 這時候日本人可能說 你這些東西 是怎樣 沒有結帳 你是不是 歧視中國人啊 對吧 你認為中國人都小偷 我忘記結帳而已啦 又開始了 不要跟我說那些 在搶購的是日本人啊 台灣人又在造謠了 小紅樹上一堆中國網友貼文 基本上就是在說中國大媽大爺在搶 而且 日本人即便是海嘯地震來起之後 領物資也是有秩序的排隊 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那些畫面吧 沒有出現什麼 桌州霸州水災 或是今年的洞庭湖水災 搶購 風搶物資的畫面 為了不給國下和你們騙亂 你們 不要怎麼想著發的對付我們 我發誓 只要帶性的省份 我不去 什麼抗議物資 輸塞水火 米面料有 通通不拉 亂的 沒有人管 所有的物資都是靠自己在搶 所有的人都慌了 請大家曝光一下 阿里蘇姨們 是誰都哭了 死敢去搶 而且 那還是十幾年前的日本書籍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現場的影片 居民好多大媽不單是親自排隊 還不惜用6000日圓去請代救 一起入場蘇科 一群人全是因為亂插隊 搶別人救物欄的東西 而爆發衝突 不要打給他 最後啊 日本警方出面 才能維持秩序 而且這家快閃店 也臨時關停的 不要跟我說那些人是台灣人 這個時候台灣又獨立了 對吧 即便是台灣人的話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是吧 這個時候就不 加個中國了 而且 這些娃娃 帶回中國境內 一支原價1540日幣了 可以炒作到 七八萬日幣 台灣人在瘋搶周杰倫的演唱會門票 一張票好像炒到三四十萬台幣也是 很誇張喔 然後小粉紅在搶購日本的娃娃 然後中共官方以及小粉紅平時又在抖音啊 快手啊 央視在那邊仇日反日 而下一期是一群中國大媽在東京的Hello Kitty 50週年展 不守窒息 瘋狂插隊進場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影片 你看喔 你看喔 比如說這個Hello Kitty展是怎麼樣啊 東京的Hello Kitty50週年 展 實況 怎麼到哪裡都逃不過中國大爺大媽的黃牛呢 排在前排的基本上全是啊 如果今天我買不到寶寶 我真的與他們不共戴天 喔還有 原文是博主說在今天的快閃店裡 圖上這個男人竟然拎了個四代 整整四代呀 對吧 非常憤怒的 他是透過 反復排隊 畢竟中國各地的大城市啊 很多自己的地鐵也是這個鳥樣子啊 嚴重程度不一而已啊 北京廣州 貴州 都是這樣啊 當然小粉肯定會拿站點人少的站 來闢謠拍影片說你看 哪有 大家都很有秩序 擺拍完之後就開始了 啪 搶來搶去啊 先下後上這個也通通不知道 我懶得理你們 你們記心裡清楚你們平時是活在什麼樣的 B環境裡面 影片的最後帶大家來看到 昨天清洗我們台灣的牆台呀 在經過中央山脈被破壞成 輕度颱風之後啊 往中國移動 但是在中國的溫州造成了多地多處的 淹水 半層樓 一層樓 不等 甚至有一間幼兒園啊 已經被淹沒了半層樓 還有漏電的危機 現場的救難人員啊 疑似 在水裡面感受到電壓 但是中國的市區 竟然 好像才是 強台來襲過 而我們台灣好像才是 清台來襲 平時大家只可以看見那些高樓大廈 等到災難來的時候你才可以發現 哪一個更愛扛 你只是在自我欺騙而已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伯 下次見 掰